大家好 歡迎收看ET才智Talk 我是Debbie 坐在我身邊的有位著名的基金經理 林少陽 Vincent 歡迎你 Debbie 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Vincent 很久沒見到觀眾或網民 今天找你來真的很重要 因為踏躍7月之後 我們見到環球股市好像開派對一樣 沒錯 很多人就說 如果我沒有貨的話 現在都不知道追不追好 如果我本身有貨的話 怕下車後又真的上不回車 所以真的要問問你 如果我們看回環球股市整個整體7月的表現 我們看到也有一個追落後的狀態 譬如中央股市走得很快 但其實美股也是浪著一些高位 我有一個問題很想問 明明有很多利淡因素 為何大戶甚至基金經理 好像看成交計 是覺得偶爾購 感覺令人覺得好像真的不夠貨 看不到你的因素 其實主要有幾個原因 第一就是疫情造就了全球 中央銀行同步地放水 自從2月底之後 全球中央銀行一共印了 起碼11萬億的現金 流動現金在市場上 加上財富效應 或者乘數效應 其實令到全球的資金 流動資金是非常充裕的 因為根據彭博的通計 其實如果你計算政府財政的預算 財政測試那個加碼 其實現在去到差不多接近20萬億 這個是其實是史無前例 因為你說2008年雷曼寶寶之後 其實用了 美國聯儲局用了一年的時間 都印了一萬億 這次其實如果你計算全世界 是當年的20倍 20倍 還要是兩個多月之內 所以經理資金 變成了那個印錢的速度 是史無前例的這麼快 所以見到就是 其實過多的資金 追逐一些小量優質的資產 變成就令到優質的資產 升幅是非常顯著的 但是你剛才說 市場是不是真的 完全瘋狂狀態的事 也不是的 因為今年初到現在 其實大部分收益性打擊的行業 包括美國上市的波音 幾大行公司 基本上 year-to-date 股價都是跌至三、四成 還有一些銀行 甚至是跌超過一半的 香港也是一樣的 你看國泰搞到又要公股集資 又要政府順便注資 做完股東 變成其實情況都是 國泰到現在 今年初到現在 股價跌幅也是非常顯著 變成其實投資者 在買股票的時候 或者佈置 他的資產的時候 其實都是很審慎的 也就是很審慎的 也是 我們稍後 就可以再深入一點 慢慢說一下 接下來的板塊的部署 不如我們說整體的市場氣氛 跟大家總結一下 其實今年來 其實很多人 就算不看那些什麼升跌幅 都已經感覺到 應該美股就是一枝獨秀 譬如你標普500 都微跌1% 但是你納指其實是升18% 應該是跑人後的指數 但是踏入7月之後 我們發現有一個追落後的狀態都很明顯 譬如你見恒指 升上來大概半成 A股更加不用說 過去兩個星期 其實已經是升十幾個% Vincent 我在想 第三季 現在的策略上 如果在整體市場的資金分佈 是不是就是 基金經理之前都超過重量 美國超過重量 超過重量 超過重量 應該是否美國以外的地方 都是超過重量 現在是要追呢 這個機會是存在的 不過Debbie有一點點 可能會潑你冷水 如果你說第三季 之後會追落後 有機會的 個別的指數 會有機會追回美國 尤其是納指的那個升幅 但是未必是全面地升的 例如香港 港股 你看過恒指 其實 月初到現在都升了 但是其實 這個月到現在 其實主要的升幅 都是集中在那些 科網類的股份 因為那個恒指成份股沒有什麼份 是的 即是不受疫情影響的 相關的股份的那個升幅 都還是比較顯著的 上個幾星期 其實七一回歸之後 那個紀念日之後 其實港股看到 頭幾天是威勢是小的 尤其是銀行 保險 舊經濟的東西 證券商 尤其是內地的證券商 其實都有些挺好的升幅 但是其實 持續不夠一個星期 已經看到有利益 主要的問題 在於本身 它的行業的前景 始終都不是太過明朗 所以如果見到 一般投資者 如果見到 股價升就去追 都要小心一點 因為要看看 究竟你對那個行業的前景 的看法有多了解 如果不是太有信心的話 我都建議大家 都要小心一點 是的 很明顯其實科網股 真的是一枝獨秀 如果我們只是看 很多人都看 其實3月那個 摸了低位之後的反彈幅度 其實我們恒指裡面 有成份股大部分 很多的中資股 很多舊經濟 我們就是看 騰訊 代表整個科網 在恒指裡面 但是別人的地方不是 恒指3月低位 占19% 但是納指低位 其實占50%多 都幾反映到 投資者的傾向去哪裡 是的 其實剛才你說 以指數來說 納指就是全球一枝獨秀 但是其實因為很多全球的投資者 沒有留意到A股 那A股裡面其實創業板指數 就是一些在深圳上市的三字頭那一架 其實很多都是在深股通裡面的 也都上市 就是香港的港交所 其實都有一枝是創業板上市的 這個ETF 其實年初到現在是升了 我想三成多 接近四成 這個是 我想是截至六月底的數字 如果加上過去那個幾兩個星期 我懷疑那個升幅 可能已經可以到超過四成 創業板 我計7月到現在大概升了 14%左右 其實都已經很誇張 Vincent 像你所說 其實恆指好像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亮點好看 就是作為估值 經常都覺得是長期落後的一個指數 接下來是否真的大家沒有什麼餵口去買 其實都有機會可能會稍微追回 我想要看指數成分股有沒有機會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變革 上星期其實恆指服務公司都說 想推出一個類似香港版的NASDAQ FANG 所以其實如果香港有一個新的指數 投資者可以密切留意 究竟那個指數 可能有機會會令到 你是更加方便地去投資一個重要的板塊 如果在基金的角度 我就當然等 首先我們等8月恆指服務公司公佈 究竟是不是跟股不同權的公司 甚至第二上市的公司可以正式落約恆指 9月有機會大家就想過指數 其實接下來的比重變動就會出現 那些新經濟股 我們都在想 現在說的CAP 應該都是佔恆指 最多是5% 但我比起它 如果全部進入了 譬如有騰訊 李美團 加上小米 其實有機會佔恆指 25%比重 到時其實恆指的估值上 因為現在大概12倍左右 都算是略高於10年平均 如果我們加入了一些新經濟股 其實在基金的角度 我們是可以給恆指一個高一點的估值 甚至比較貼近美股的估值 都會覺得合理的 可不可以這樣說 是的 因為其實尤其在全球低淚的環境 其實你如果用傳統的估值模式來就知道 其實在那個無風險利率接近零的情況之下 其實那些人看股票 或者所有資產的估值 主要看那個G 就是那個資產的未來增長的潛力 變成增長動力 變成遠遠是重要過那個估值 現在的估值 因為在講的是歷史的估值 變成未來增長 會變成是投資者著眼點所在的 其實如果是在這個成份股裡面 現在有一半都是金融類的股份 如果那裡改變了 例如將金融類股份 由五成減到四成或者三成 甚至再低一些 變成恆指的平均的PE 就因為本身增長動力加快了 而會有機會有儲值提升 即是PE expansion 是的 亦都令到恆指是有這個潛力 在這個改革完之後 是創回歷史新高 但是我想恐怕未必是這麼短期之內可以發生 要看恆指服務公司 納入一些新的 新經濟股的速度有多快 因為其實主要有幾樣東西 包括和股票同權那個考慮因素 第二就是其實很多在香港上市的 科創類型的股份 其實都是在香港是第二上市 之前已經在納治上市 那變成了它不是所有股份都是在香港trade 但是據我理解 其實過去那幾個月 包括阿里巴巴 原先IPO那時候 發行了2%的新股在香港掛牌 現在其實最新是你按SECUS的比率 已經去到22% 即是已經有10倍的流通股份 原本是在NASDAQ那邊搬了過來香港 那變成了接下來 如果它真的進入恆指成分股 它那個代表性 是會比原先很多人在估計 是再高一些的 也好 至少有一個憧憬在這裏 但是呢 短時間內 要幫我們的恆指走快兩步 其實會不會最直接就是 A股走多一點就行了 是不是 過去兩個星期大家去討論 A股真的很誇張 中央的定調就是健康牛 但是我們經歷過投資市場 都知道 哇 A股哪有健康牛價 一走就走得很厲害 其實你覺得 是不是真的有信心 做到一個健康的上升軌道呢 還是我們有機會重複2015年那種 歷史上最短的牛呢 這個我覺得就有些困難 但是其實今次這個升勢 就沒有2015年那麼突然 也都打了一個比較穩固的基礎 你看到其實就現在都很多 財經新聞都說 那個兩融的數字 即是股票孖戰的融資 以及這個融券 即是借貨沽空的那個數據 其實已經突破了一萬億人民幣 但是其實呢 2015年的最高峰是兩萬五千多億的 哦 即是一半左右 變成現在其實還是當時的一半 另外就本身整個A股的總市值 其實都比2015年再大了 我想起碼三四成 是不是十萬億美金 是的 是的 變成它那個兩融的數字 相對於整個總融積來講 其實就比率其實都 有段時間追到2015年的高位 嗯 變成我覺得現在這個水平 其實是相對地 暫時你說有泡沫呢 可能有少少 但是其實遠遠未去到爆煲的水位 嗯 而吸收了2015年的經驗呢 中央政府 包括所有的財金官員 其實都一直 講得 就是操縮一點 就是這樣按住 不要來 小心一點 看得很實際 變成 我想是 可見將來 如果市升得太快 他們可能都有相關的行政措施 例如 因為你知國內大部份的證券商 其實都是政府 或者地方政府擁有的 變成其實他們都 如果一升令下的話 其實他們很大機會 可能很快可以收回相關的證券 證券融資各樣的限制措施會出 是的 變成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估計其實那個A股 好像2015年出現一個蜂牛 接著就是一個大規模的一個斬倉潮 其實這個機會 我覺得暫時來看還是很小的 每一個個都看好A股 我看到很多大行過去兩個星期 不停上調 他們就看護心300 就是因為一些外資體 但是大部份都看回去 超越到2015年的高位 我們單看上證指數 其實2015年高位是5178 你去到今天都收穩3,400樓上 Vincent覺得 是否真的有機會突破那時候的位 那個指數要突破 跟恒指一樣 都是有點困難的 因為其實恒指和護心300 其實那個成份股 是舊經濟的比率都比較高的 所以要指數一直向上衝過 其實有若干的難度 尤其其實過去十幾年 自從2009年之後 其實所有的中央政府 中央銀行 其實舊經濟的板斧不離 都一招而已 主要是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都作為輔助 但是貨幣政策為主 而貨幣政策最大的受害者 就是金融機構 尤其是銀行 因為政府指令銀行 要放數給中小企 或者個別他們想要刺激的經濟行業 所以未必是商業銀行 因應自己的風險編號 作一個商業的決定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要救經濟 很多時候犧牲了金融行業 而不幸地無論是上證也好 或者是香港的行指也好 金融股的比重是比較重 所以這裏會拖著整個指數的表現 那你言下之意說 都給大家聽 有哪些股份不太行 如果假設真的要買A股的話 我都會覺得 其實買A股裏面的創業板指數 就會好些 或者是買深淨綜合指數 你看看有沒有相關市面上 相關ETF 或者你有能力自己選股 其實現在深淨通和互股通 其實都很方便的 可以自己去選股 我覺得是最好的 否則其實證券所 交易所上市的相關 剛才那兩個 就是深淨綜合指數 或者是創業板指數 其實會更加貼近 整個A股整體的市場氣氛 因為我相信 他們接下來的升幅會 明顯地會跑贏 互心300 或者是上證綜合指數 Vincent 其實他們這兩個指數 某程度上過了一段日子 是否追緊美國科技股的落後 有時我們會發現外圍 隔天急著做甚麼是挺厲害的 其實第二天創業板和深淨 走上那些相關概念 例如如果你喜歡汽車 外圍的未來走得很厲害 我們這邊 今天其實都是炒很多相關概念 接下來我會問 美股有沒有一個危機 引至到其實也使到 我們中港股市有機會拖著後腿 美股那邊其實表面很風光 但其實無論是S&P500或者是Dow Jones都好 其實主要都是由七至八隻大價股 推動整個指數的上升 因為本身那八隻最大市值的科網型股份 可能佔了S&P500超過兩成的市值 其實撇除了表現最好的八隻股票 其實整體的指數表現都不是特別好 所以我個人意見就覺得 美國表面看起來好像很貴 但其實投資者其實都剛才 我們一開始說了 其實都是比較選擇 都未失去理智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無論是香港也好 A股也好或者甚至是美國股票也好 整體的市場氣氛未去到一個爆破點 說你會怕泡沫已經去到一個危險的境界線 你說是不是完全沒有泡沫 就很難猜 但其實就很難去界定 因為其實現在環球都是零利率或者負利率 在這個情況之下一些高增長型 即是只要你 即是有很用技術的 Terminal Growth Rate 只要高於零 總會比你的銀行全匯利率零 是好的 這樣變成 我想要看一下投資者 對那間公司 最終是不斷可以 Deliver到淨的增長 那個信心有多大 如果信心是大過 股價其實是理論上 會一直是向著無限大這樣升的 很嚴重 我看到很多 譬如我們香港那些 投資者最關心 可能就有幾大巨頭 其實現在都不止ATM三隻 最近追緊落後 就是上市不久的 譬如JD 京東 網易 接下來也有拼多多Bilibili 聽說來香港上市 Wincent 科網股的概念上 其實你現在覺得是去到哪一個階段 你說未去到最瘋狂 如果我手上一隻都沒有的話 其實我現在應該是怎樣做 其實就比較尷尬 因為其實現在大部分的科網股 其實聲勢都幾零厲下 但是你說最大市值那兩間 就是阿里巴巴和騰訊 那個股值其實都沒有偏離 它的歷史的平均值 尤其阿里就是相對地比較低水的 都有原因的 因為本身阿里巴巴 現有的業務 其實就受到京東和拼多多兩面夾擊 京東本身那個商業模式 主要是做一些大型的家電和電腦相關的產品 那它的男性消費者會比較多的 那過往那些人會覺得京都不好 就是因為 男性消費者消費比較理性的 對 對 對 還有都是有需要的時候才去買 你覺得是嗎 那個銀碼上面是可能那個預算 沒有那麼爽快 也都可能會 可能左夾右夾 因為其實都是一些必需品和內用品比較多 但是它有個好處就是本身 因為它集中serve那批的客戶 變成是一個獨立的市場 而過往其實阿里巴巴想要搶佔 京東的市場都是困難的 那變成它要再 further expand 是有一個困難 但是另一方面 阿里巴巴本身自己的主平台 就是一些快銷的消費品 包括了賣衣服 賣化妝品 刺紙 紙巾 結面液 就是洗手的 那些服務 洗手液那些 那些產品 其實這些快銷品 其實拼多多都是它的專長來的 但是拼多多以前就在三四線城市 甚至在農村那裡 因為本身建立一個很好的銷售網絡 那變成也是阻礙了阿里巴巴 在三四線城市 或者農村那裡的擴張 那我來說阿里巴巴 今年來的股價落後 原來是有原因的 就是每個人都 你搭地鐵旁邊的人都會知道 哎呀 但股都還沒有沽貨 那其實原來基金的角度 是在看它的盈利 接下來有機會是沒有市場預期這麼樂觀 不過我又這樣看 是的 因為始終它都是很落後 而市場對於整個科網行業 那個風險位納都是比較高的 那變成了我覺得其實有很多後來者 都會最終可能都會願意去買阿里巴巴的 原因有兩個 第一就是 三個其實 第一就是它其實除了本身做電子商務之外 其實也都經營這個Fintech 就是 是的 那些金融科技 金融科技的業務 那Aunt Financial 就是螞蟻金服其實是快要上市 剛剛據我們收到的訊息 就是拿的股值其實拿的都挺進化的 比原先市場預計的 應該起碼高兩成半至三成之間 第二就是其實接下來它有機會 恆子納入同股不同權 或者是恆子 恆子服務公司 新成立一個創業版的指數 或者是科創營的指數 它會是成為主要的核心的成份股 那基金就要收貨了 是的 相關可能有些被動的買盤 會是買阿里巴巴的 第三就是 其實它屬下的雲計算業務 其實中國還是第一名 遠遠拋離第二位的騰訊 那部分其實暫時還沒有賺錢 變成那部分我們覺得 那個前途遠遠還沒有正式反映 在它的資產負債表 或者算益賬裡面 變成我們覺得就算阿里巴巴 本身核心的業務 電商那邊是受到挑戰 但是其實本身它還有很多張刀 又是接力了 嘩 這樣搞不定 所以就OK的 那騰訊就算了 現在的價季 其實它過去的十幾二十年 其實都一直推開 就是接近30倍 或者接近40倍的PE 現在是可能比較接近40倍 多一點點 但是其實呢 過往最高的估值其實去到60倍PE 那現在其實去到最頂的估值 其實都有一段時間都未到 所以很多人就畏高 就覺得騰訊現在的價格 是不是已經遠超它 已經有價值 我又覺得未必是 那如果很簡單這樣 ATM三隻現階段這個價格 在基金的想法 接下來還有什麼故事可發酵 擺進去的排行 一二三 現在是心碎怎樣排 ATM我會覺得TAM 可能會排得好些 因為美團其實今年都升超過一倍 是啊 由去年低位其實都升了三四倍 那變成就 現在它都已經過萬億的市值 它其實都追近了 騰訊和阿里巴巴的市值 那變成就 但始終它盈利的能力 有一段時間都未去到 貼近阿里和騰訊的水平 因為兩間都是千億級 每年盈利的水平 那變成就 我想現在這個股值 再上升的空間相對地 未必是這麼高 你說一兩個月就難估 但是如果你說 就是要買得安心的話 可能美團那邊的股價 短線那個下調的風險 會比較大 好啊 我們回到很多時間 就講科網股 最後其實我就知道Vincent 之前拼了一些股份的板塊 是遠遠拋離得很厲害 其實直到今天收市之後 我都看到目定口外的 汽車股 很多人說一些舊經濟 為甚麼會升得那麼厲害 一隻龍頭吉利 今天更多人說是一隻比亞迪 即是不單止是傳統的東西 還加上一些新的 刀片電池 又說半導體也要走進去 接下來其實這些叫做 舊經濟股 我們是否還可以用舊經濟 來去講 其實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是 尤其2020年 我們應該用 受累於COVID 以及從COVID 這個作為一個分類的方法 即是如果你業務是不受 這個疫情影響的話 其實那些投資者會是信心會大些 因為這個疫情都不知道要維持多久 大家都知道最近又有第二 或者有些人叫第三波的爆發 雖然這兩天又在傳說有疫苗 是有機會在年底之前可以應事 但是始終這個傳聞 最終是不是落實 都是暫時都不知道 其實這裡都還有一些變數 所以我想這些投資比較安心 都是想買一些 對疫情相對地的影響比較小的 而中國的市場 我們覺得那個 因為比較早爆發的疫情 那麼也那個 也比較快的 而汽車本身 我想在疫情爆發之前 已經沉寂了兩年 我們覺得其實現在 是一個很低基數的一個情況之下 其實要令到市場會有驚喜 是相對容易的 就是還可以 是的 那行業龍頭 如果是自主品牌 就是吉利第一 其次就是比亞迪和長城 這三間我們都是看好的 但是最看好的都是吉利 因為吉利本身 它除了有自主品牌之外 也有Volvo那邊的技術上的支援 它有大量的汽車原材料 就是要圓件的知識產權 變成成本上 和在競爭優勢上 有一個絕對的優勢 相對其他自主品 大家留意原來吉利升了這麼多 估值上依然有合理的階段 也還有很多因素可以發酵 最後最後 因為Vincent 有很多股份之前都升得很瘋 譬如你之前都有提過一些生物科的股 又或者是一些軟件相關的股份 其實到今天都依然很瘋 你單看一些B股 即是生物科技股 其實我記得 2018年的歌禮上之後 全部不斷湧出來 現在都差不多20隻 很多聲幅 在說是倍幾 其實這個辦法 我記得你跟我說 是要開始留意小心 其實BioTech的股份 因為其實絕大部分都是做PD-1 或者PD-R1的癌症的標霸藥 他們其實全部都是 主要針對一些大的品種 包括肺癌 或者肝癌 現在是鬥快研發 而鬥快推出的市場 還有要看最終它那隻藥 那個成效有多高 因為相對於現成 其實在市場上已經賣的標白藥 它要比原先的藥更有成效 而那個銷售的渠道 也都要夠暢通 那麽變成了 其實當中都有很多個Hurdles 是要經歷過的 那麽變成了 如果你本身那個 分銷的能力不夠強 研發能力不夠強 其實容易在淘汰過程裏面 是被淘汰出局的 那麽建議其實就 一般小投資者 其實比較難估 哪一隻藥 或者哪間藥廠特別厲害 但是其實我給大家一些提示 其實你可以考慮看一下 在交易所上面市值比較大的 那些Biotech公司 因為其實市場的一般情況之下 都會比較有效率的 現在大部份專業投資者 都覺得這間公司應該值 一千多億 甚至接近二千億的市值的話 很大機會 它本身的研發能力都已經備受肯定 有沒有說買多少市值 作為一個考量以上的那些是比較好 我會覺得 我們如果一般基金經理 其實都有一個minimum minimum就是十億美金 其實十億美金之下 其實看都不用看的 那十億美金以上 即是八十億港幣 其實都是marginal的 那其實尤其你做這個叫什麼 這個疫苗開發 或者是這些Biotech的研發 其實每年的研發開支 可能都要數二十億計 那如果你本身經常都賺不到錢 那你每年都要集資科水 那變成股票供應量不斷增加 就不會拖低了每股的價格表現 所以其實如果市值夠大的話 它只要可能集資一點 都已經可以消五年了 那變成了我們會覺得 其實可能對我來說 就是那個起步點 可能二百億左右 可能就會安心一點 那我終於知道 就是整二十幾隻 這樣怎麼選 那大家可以從市值那邊考慮 因為最近都看到很多 這些相關股份出來抽水 那我想可能小投資者 都會比較憂慮 那今天我們其實 我們可以說 繼續可以說多個幾個 不過節目時間差不多 謝謝Vincent 跟我們分享了 那麼多的投資經驗 希望幫到各位網友 部署你們 第三季的一個投資策略 今天謝謝Vincent 我們下一個星期再見